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在瘟疫中遭难 对抗瘟疫的历史 在圣经里 直接提到瘟疫的就有68处 中国东汉末年大瘟疫 有研究者统计 15年里有约2000万人病死 要知道 东汉鼎盛时期 全国人口也不过6000万 这种彩像 曹植在文章中写道 家家有僵尸之痛 世事有豪气之哀 或和谋而异 或富足而丧 但其实 在这个星球上和人类相比 引发瘟疫的病毒才是先道者 有科学家预算 每升海水中就有1000亿个病毒颗粒 如果把海洋里的病毒排成一排 它们的长度能达到4200万光年 比银河系都大得多 在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中 我们到现在只消灭了一种传染病 天花 如果大家知道这一点 可能会感到有点沮丧 而曾经17年 位居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 在5年前就公开表示了他深深的忧虑 一 未来杀死我们的不是导弹 而是传染病 2015年 已经60岁的比尔盖茨 在TED上做了一场关于瘟疫的演讲 在演讲开头 他说道 在年少时 他们家的地下室总有个装满食物和水的大桶 因为全美国人都在预防核战争爆发 美苏争霸 一旦核战争爆发 他们可以躲到地下室 靠那个桶为生 如今 苏联已经灰飞烟灭近30年 那个桶根本上也毫无用武之地 因为 人类花了很多金钱和精力在核威慑上 使得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 比尔盖茨判断 如果未来几十年里 有什么东西可以杀死上千万人 那很可能是个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 而不是核战争 不是导弹 而是微生物 因为 全世界还没建起来一个有效防治疫情的系统 2001年 美国组织了一次病菌对抗的模拟演练 结果 病菌大获全胜 人类完败 我们人类根本没有预防好下一场大疫情的爆发 最后 比尔盖茨认为 如果有大规模的流感疫情爆发 全球经济将会损失三万多亿美元 千万人死亡 而预防的成本远小于损失 但是 我们现在却还不愿意去做这样的预防 因为 世界很多国家更愿意把钱用来买武器 而不是进行医疗投入 2010年 世界卫生报告就倡导 世界各国广义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低于5% 个人卫生现金支出占全国卫生总支出的比重为15%到20% 但直到2016年 全球范围内 该数据的平均值刚刚超过3.5% 其中高收入国家为6.1% 低收入国家只有1.5% 2019年 WHO发布的一份报告则显示 近年来 中低收入国家卫生支出年均增长6% 高收入国家为4% 但各国卫生支出中 政府支出只占到了51% 公民自费超过35% 每年有一亿人因病制贫 从绝对数来看 中低收入国家 政府每年为每个公民的健康花费60美元 高收入国家则接近270美元 对应的一个数字是 2017年 全球人均军费约为230美元 相印证的是 目前美国约拥有130多万人的庞大军队 而职业医生只有95万 据美国医学院协会估计 2030年 美国医生短缺数量将达到10.5万 美国尚且如此 更不要说大量的发展中国家 重视军队 无可厚非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 在人类历史上 死于瘟疫的人数远大于战争 二 我们远比想象中脆弱 1918年 西班牙大流感爆发 就连西班牙的国王也不幸中招 按当代流行病学家估计 全球至少有5000万人死于这场流感 远大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1500万的死亡人数 这场流感直接导致美国1918年人口平均寿命下降了15岁 这场流感本可以不必这么惨烈 1918年9月中旬 美国费城海军基地900多名船员染病 症状有高烧 头痛 脸色发青 落血 这些症状明显超出了普通感冒的范畴 但基地官员仍认为 没什么可担心的 这只不过是平常的季节性感冒 9月28日 费城还举行了大规模的盛会 以号召群众购买债券 支持战争 据报道 3000名战士参加了这场盛会 十多万人拥挤在街边观看欢呼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他们伸长脖子以便看得更清楚时 流感病毒已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仅过去了两天 每天就有100多人死于流感 更离谱的是 卫生官员每天都宣布 疾病已经过去了 但很快就被不断拍升的统计数据打脸 所以 瘟疫能杀死人 但是人类也具备了最基本的医学常识 杀死人的也可能是官僚主义 当时 各处张贴的布告提醒不要在街上随地涂谈 但这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某一天时间内 竟有60名随地涂谈的人被逮捕 当时民众的卫生意识之差可见一斑 政府的失误和民众的懈怠 再加上当时薄弱的防疫体系 最终使得这场大流感挣脱牢笼 在全球彻底蔓延开来 除了西班牙大流感 瘟疫和人类如影随形 随媒体报道 2009年 始于美国的甲型H1N1流感 造成了全球163.23万人的感染 28.48万人死亡 死亡率高达17.4% 2012年 中东呼吸综合症 使得2442人患病 波及20多个国家 死亡率接近35% 2014年 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爆发 在大半年时间内 造成近2万人患病 近万人死亡 到目前为止 人类彻底消灭的传染病只有天花 一个天花倒下了 却有更多的传染病出现 时不时侵扰人类社会 造成或大或小的灾难之后 再突然离去 据统计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 已经有超过40种新发传染病被发现 全球每年死亡人口中有28%死于传染病 在非洲 这一比例更是高达60% 而且 国际航空旅行人数 由1951年的700万人次 增长到2016年的38亿人次 庞大的人口流动为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绝佳条件 正如WHO所指出的 我们正处于一场传染性疾病全球危机的边缘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躲避这场危机 人类远比想象中脆弱 三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我们要看看一次又一次的瘟疫肆虐下去吗 绝对不可以 有时之事已经行动起来 比尔盖茨和妻子成立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目标之一就是消灭艾滋病 瘧疾 结核病等传染病 助推世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如今 盖茨基金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 捐赠总额超过410亿美元 疫苗上共投入153亿美元 2月5日 这个基金会已经承诺投入最高1亿美元赠款 用于支持全球应对这次源自武汉的新型肺炎疫情 另一个富豪也在行动 2015年扎克伯格成立陈扎克伯格基金会 决定捐出脸书99%的股份 致力于在本市寂寞攻克所有疾病 这些在宏观上的表现则是 来自于私人部门的资金 占全球卫生援助总额的比例 由1999年的8%上升到17% 打败瘟疫 我们每个人的自救很关键 对非洲的医疗援助 也是人类构建全球卫生体系的一大努力 非洲是许多烈性传染病的发源地 天花 艾滋病 埃博拉等病毒都起源于非洲 这是因为非洲人在捕猎过程中经常与野兽接触 一不小心就会沾染上原本只存在于动物体内的病毒 再加上医疗条件落后 更加大了染病的风险 而且非洲人公共卫生意识薄弱 很难及时发现疾病和控制传染源 在疫情防控上 人类是一个整体 不能有一个缺口 这些年来 各国对非洲的医疗援助不断加强 就拿中国来说 中国先后在45个非洲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120多个医疗救助点 远赴非洲的医疗人员合计2万多名 诊治病人约214亿人次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兴起 也为援助非洲医疗提供了巨大助力 如今 无国界医生成员已遍及全世界 在全球21个国家设有办事处 每年有3000多位救援人员 在超过70个国家中服务 另外 美国已通过全球健康安全计划 在17个高危国家投入10多亿美元 还通过培训疾病检查人员 制止了撒哈拉以南地区 数百次疾病的爆发 民众的防疫意识也在觉醒 据谷歌数据显示 使用来自社交媒体的数据 来预测流感或其他流行病爆发 通常比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发布疫情早5到7天 同时 民众和媒体的监督 也有利于数据的透明化 普通民众已经成为 公共防疫系统必不可少的一环 当然 还有更多 比如 及时的信息发布 信息公开才是对抗疫情最好的疫苗 4 结语 人类和疫情的斗争 自诞生之初就已存在 人类无数次 在瘟疫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 人类有资格和传染病掰手腕 但是 我们依旧缺乏一个完善的公共防疫体系 仅仅靠疫情爆发期间制定紧急措施是不够的 前世不忘 后世之失 每次疫情的结束 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最终胜利 正如耶鲁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维尔蒙德所说 我们不能在危机一结束 就立即削减资金或人员 也不能孤立地看待传染病的应对措施 否则我们永远没办法 做到吃一欠 长一智 无知和弱小 并不是生存的障碍 傲慢才是 面对传染病 更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并没有对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头号杀手 拥有绝对优势 我们不仅需要医疗技术 也需要教训和不断地警醒 像对待战争一样对待传染病 这才是建立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关键所在 但愿每一次疫情过后 我们的收获都远远大于损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不动手指 这主意 Campbell 来开